这一期将为大家介绍Yahoo, Groups,浏览,张贴心讯息及回应讨论讯息的功能 首先,先进入我们上礼拜所建立的讨论社群网页里 讨论社群的页面可分成两部分 左边是社群的功能选项,右边是文章张贴呈现的地方 左列的Messages选项是讨论区 可以用来进行新闻英语学习 在里面张贴心讯息及回应讨论讯息 例如,班上同学分成若干组 每天阅读英文报纸 每天晚上,组别轮流从当天报纸挑出三句值得学习的英文字句 以2003年9月29日的台北Times为例 我们挑了三句英文字句 请同学们来翻译 首先,点选Messages下面的Post选项 这一页是张贴新讯息的地方 你可以在Subject的栏位上填入你的标题 然后,在下面空白的栏位里 打上你所要张贴的新讯息 完成后,选择张贴讯息的语言 按下传送的按键 你可以在Messages选项里 看到刚刚张贴上的新讯息 点选Messages选项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所有文章的标题 选择刚刚张贴上的英文字句文章 进入后,就可以看到刚刚所贴上的讯息了 班上同学若要回应这篇文章时 在讯息的上方选项中 点选Reply按键 选择你所要回复张贴的地方 重新打上一个新的标题 你也可以不用更改旧标题 接下来下面的空白处 可以打上回复的讯息 请不吝点赛 OK后一样点传送按键 之后再次进入Messages选项 就可以看到刚刚回复的讯息了 针对这项讨论 老师对于翻译正确的同学 可以给予加分或赠送小礼物 以之鼓励